这本书以SaleVBA一点都不难 书名取得相当的好 不过其实有点骗人的嫌疑 因为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难 当然对会的人 我是觉得一点都不难 对于各位来说 如果你不花太多时间 想要把它塑成学会 我会帮各位找出一些诀窍 不过你还是需要动手做 因为动手做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很多人程式学不会 因为他都用看的 你如果用看的 你真的当然有 但如果你动手做过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里面的话当然有七个章节 那回去的话你可以先看哪一些呢 我觉得他的章节设计 合理性当然没有那么好 不过你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他是先由自己录 录剧集开始 好 那因为录 我想各位在开发人员里面 有没有 Excel里面 各位看到 开发人员里面有个录制聚集 那什么叫录制聚集 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也就是说呢 你录制的同时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对应的VBA程式 那这一点 那这一点 导致跟其他的 这个开发的软体 导致不太一样 其实它好像很少有这种 可以录制聚集 帮你写程式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录下来的东西 太琐碎了 而且 有些其实是不必要的 它也会全部都给你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透过修改 来达到符合你的要求 你的需求 那即便你有些功能 你不会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录制聚集的方式 然后它里面的话 当然它有个重点 不会以色有的人 真的很辛苦 因为真的需要做很多 土法令纲的事情 其实它蛮浪费时间的 OK 那第二个章节的话 我想回去 你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后面我也会教各位 如何做 比较重要 怎么样去录制聚集 第二个的话呢 开始那个VBA的 那个第一步 里面的话当然 包含我前面讲过的 VBA的城市设计环境 那这个环境里面 好像 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就是常常你不小心把它关掉 但你要把它能够还原 比如说那个专案总管 你关掉你要把它打开来 另外的话 城市呢 一定要写在一个模组里面 也就是说你如果刚开始没有一个模组 当然你就没办法产生后续的VBA 那还有第三章是一些基本的那个 也是有基本语法 那这些我想也是前面有大概有提到的 比较重要的像是那个一些sub跟function 那我会在我们前面几个章节讲完之后的话 在慢慢前接这本书 那第四章的话就是常用的物件 那所谓常用物件里面我特别强调说像像我们刚开始最多的sales 就是储存格 不过这边的话没有特别提到 那里面有提到什么有range range的话指的是一个范围 worksheets它没有加is worksheets指的是一个工作表 workbook是指的是工作部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sale本身 所以它是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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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就是说application里面会有很多个workbook 然后呢一个workbook就是一个工作部 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worksheet 那worksheet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range跟sales 或者column跟roll column就是蓝嘛 roll的话就是那个列嘛 蓝跟列关键要清楚 那另外的话呢 所以会产生对应的叫sheets加s 叫sheets物件 那workbook也会加s 就是工作部的物件 那application只有一个 就是指的是那个e-sale本身 那你如果懂得这些物件的话 你可以透过控制它 帮你去怎么样 比如说你有很多的范围 你要合并到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就可以透过这一个跟这个 这两个物件呢 再跑个回圈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很多个范围的资料 合并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 很多个工作表 可不可以合并成一个工作表 那也可以啦 那可不可以把一个工作表 分成很多工作表 它也可以啦 还有工作部 常见的例子 在这本书里面 第四章好像有个范例吧 就是说你有很多个班级 那每个班级里面